大家好 這條影片就想教大家 怎樣去使用Fillboard 裡面它本身內建了一些實用的教學工具 大家進入Fillboard 其實無論是你在任何一個channel 都會看到左右兩邊會有一個箭嘴突出 如果沒有的話 可能是因為用家自己設置了 將箭嘴開了 如果它隱藏了 你就需要在旁邊向入面掃出來 它就可以出來了 鎖定了之後 箭嘴就不會隱藏到旁邊 長期都會在畫面上 箭嘴上其實它裡面有很多不同的工具 譬如它會有一些快捷鍵 可以讓你回到我們本身的embed system 或者是上一部 甚至乎是有一個多重 layer 可以看回你開了一些不同的apps 而有一些教學工具 它就會在這三點裡面 由第一個開始講下去 第一個其實它就是一個 凝結畫面的快捷鍵 即是說我按了這個按鍵之後 我就可以將這個畫面 freeze在這一秒 定格在這裡 如果老師是插了用電腦 或者是駁了Slock APC的畫面 想登入一些網站 不想讓同學看到你的帳戶密碼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這個工具去freeze畫面 而第二個就是探照燈的功能 開了它之後 你會看到畫面很大的範圍都黑了 唯獨是中間有一個spotlight的模式 可以讓同學專注集中某一部份的內容 第三個就是一個計時器 老師可以隨便call它出來 做一個很快捷的計時 第四個就是一個倒計時器 即是說我教了一個時間 它就可以倒數下去 夠鐘它就會給你一個響鈴聲 讓你知道時間已經結束 再下去就有一個好像三個 tick問卷的icon 這個就是一個airclass玩的功能 要注意了 airclass玩是在用內聯網的系統 即是說所有老師同學想要進入airclass玩的portal 都必須在同一個wifi network環境下才可以做到 如果不是的話 老師就未必可以讓同學裝置進入airclass玩的環境 裏面做一個答題分組或抽籤 可以進入airclass玩給大家看看 下面會有不同的功能 由左至右開始說起 左邊這個就是multiple choice 即是多項選擇題的功能 第二個就是true and false判斷題的功能 第三個其實就是一個小工具 就讓老師進行一些搶答的 同學可以拿著自己的裝置 然後到airclass玩的portal裡面 鬥快做一個搶答的環節 第四個就是一個抽籤工具 只要同學進入airclass玩 每一個同學都有機會被老師抽中 就可以抽一些同學出來答問題 或者做一些課堂的回應 最後就是一個分組功能 分組功能可以讓老師 隨機地把同學打成不同的小組 唯獨要注意他就一定是隨機的 就不能人手編排 而老師也可以開啟一個message的功能 在那個portal上面 message的同學可以輸入他想表達的意見 然後就可以在畫面上方淡平的形式出來 Manager這個功能 其實就是打開個QR Code 讓同學斷線或是他遲到未進入airclassroom 可以在後面的時間加入airclassroom 都沒有問題 如果想放大QR Code 只需要按一按QR Code 就整個QR Code可以放大了 好 如果我已經用完的airclassroom的功能 我就可以離開它 記住 如果離開了它的話 所有同學的裝置 無論做任何的作答 或者是給任何的message 都不會有反應 除非你的airclassroom一直在這裡 最後再說一句 就是airclassroom跟左右兩邊的箭嘴都是一樣的 它是可以在任何的頻道上面都會顯示出來 即是我用了電腦插HDMI 或者我用了VGA的信號 它亦都可以顯示出來 無論用任何裝置都可以使用到airclassroom的功能 看了 SAFTABI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